大家好 今日的黃昏天氣節目 有我莊斯寧為大家主持 首先提醒大家 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大家要小心大風大浪 遠離岸邊,注意安全 今天熱帶風暴白里加開始逐漸影響香港 在下午本港普遍的風力都有所增強 而雨帶亦開始慢慢影響我們 我們預計白里加仍然會影響香港一段時間 不過之後就會逐漸遠離 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 吹偏東強風,離岸間中吹烈風 今晚會漸轉吹東南風 明天稍後風勢會逐漸換和 天色方面會是大智多雲 有幾陣狂風遭雨 初時雨勢會較為頻密和有雷暴 氣溫為介乎26至30度 留意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接著跟大家看看另一個熱帶氣旋 位於西北太平洋的超強颱風山竹 我們預計它會在星期六進入南海 並且迅速移近廣東沿岸 山竹的環流廣闊和風力強勁 將會為廣東沿岸帶來相當大的威脅 至於在本港的天氣方面 受到山竹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 預測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是天氣酷熱 而之後星期日天氣就會開始轉壞 雖然山竹的預測路徑仍然有變數 但按照現時的預測 星期日將會有頻密狂風大雨 海面會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再加上風暴潮的影響 有些地區可能會出現水浸或海水倒灌 所以天文台呼籲市民 要及早做好一些應變措施 以及一些充足的準備 如果你是打算在星期六的後期 去到星期日有些活動的話 留意你的活動計劃 可能會受到惡劣天氣的影響 所以大家記得要密切留意 天文台最新發放的關於山竹的消息 再提提大家 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大家記得要注意安全 再見